让李清福可以实际在外面享清福 外一间条例第四条 来为这个李清福来去开后门 当时送的这个修法版本 在五月的时候就三读通过 大酸事如其名 民众党团直指绿营 对外一间修法怠惰 三年前道士很积极 政治权贵或者是贪污累贩的 所谓的度假中心 不要行政院跟立法院互相唱双簧 一个半黑脸一个半白脸的欺骗大众 质疑行政院版外一间修法版本 为权贵预留后路 让贪污犯可以舒适服刑 当时提案立委急忙喊冤 2020民进党修法是针对楼地版 让第一次犯罪刑期 在六个月以下者也有机会申请外一间 当时立法院的审议也没有意义 被蓝斑猛攻绿营野袖照片反击 先哄后来出版人郭台铭 曾手拉着涉及杀警案的前立委 肖景田求支持 而新闻市长侯友宜也在各种场合 和肖景田合照 却又一边高呼司法正义 国民党有谁帮警察说话了呢 侯友宜面对肖景田不但不说话 还寻求她的支持 这根本就是双重标准 去年八月的台南杀警案 蔡总统宣示外一间条例列为优先法案 但到了现在优先法案变成幽灵法案 请民进党不要再转移焦点 做贼喊抓贼 要修法补破网蓝绿却一来一网 继续翻九账 TVBS新闻张家宝 杨派宇探赛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 镇与替播放